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了这个奶油香 你不要看它平平无奇啊 里面什么馅料都没有 那一口咬进去 那个奶油香在你的头上里面是乱窜的 重点是我喜欢它的口感 因为它的口感是这样喔 外脆 内软 然后底部呢有那个煎烤的那个口感 看起来不特别 但是吃起来味道很赞 刚刚吃过的是日式可送 盐面包 我们来到这个 法式的糯米 这个有抹茶粉 然后有柠檬 那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呢 就有一个大魔王 这个大魔王呢就是抹鸡 我没有吃过糯米里面有抹鸡 所以吃起来口感是怎样不知道 中间这个抹鸡根本大加分耶 因为我们吃糯米的时候呢 你会吃到很松懒嘛 但是这个抹鸡呢是有弹性的 所以有一点像什么感觉呢 有点像是在那个弹簧床上面啊 吃着糯米里面再带有这个抹鸡馅料的 哇 抹茶香 很有内涵的糯米 超推荐 Mentai Ko Potato Frocaccia 说到Frocaccia呢 义式的大家可能都看到是在盘子里面的 那日式的Frocaccia呢 就不一样了 是独立的 然后可以看到上面呢有这个海苔 明太子酱Mentai Ko 我要吃最多那个Mentai Ko的地方 这个是来自大海的Frocaccia 因为这个明太子哦 它其实就是那个血液卵的腌制品嘛 所以你吃起来味道咸香咸香的 你们可以看到它Proteto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面包的孔洞 也比较大 所以吃起来Q软Q软的 这是一款可以带你去到大海熬游的Frocaccia 这个是英女王的最爱Scon 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它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司康呢 稍微比较大一点 也比较放飞自我一点点 然后中间呢会看到 Woo 主角 这个芋头 还有再加一片咸奶油 我觉得直接一口吃比较好卖 这个芋头先说真材实量 吃进去呢 满满的芋头香 我觉得它最加分的地方 就是有搭配这个咸奶油 所以你吃进去是咸香咸香 再带一点点芋头的这一个甜味 再加上司康呢 本来有的这个奶油香 Woo 我就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吃 还有什么快乐呢 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我就真的是全 什么 对不起 哈啰 哈啰 马克思哦 你在AirCon 要服务叫我预计 我现在在排东西啦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OK 拜拜 对不起 又是你啊 当然是我 来 我跟你讲 现在只要通过MyExxon App 就能订购Exxon Premium Plus Service Exxon还采用了环保清洁剂 安全糊涂 不会对能力以冷气剂造成伤害 而且Exxon采用德国高科技热蒸气剂 以摄氏130度的蒸气高温煞精 再加上高压清洗 把冷气及污垢彻底清除 Exxon服务团队都是信念有数的 已经前面接种疫苗 可以放心 但是姑姑啊 我们其实还在拍摄 可以不可以请你一步一下 你们还在拍摄 感恩感恩 主持这方面 我也是蛮不错的 说到日式的烘焙店 怎么可以没有草莓大福 这个我去日本的时候一直找来吃 它其实就是麻糬 因为它外层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糯米面团嘛 然后呢 就搭配这个Strawberry 里面是有内有乾坤的 一般上可能搭配红豆馅啊 或者其他的馅料 我现在吃的这个 给你看看里面是什么馅 这个是芋头馅耶 一般上我们吃到的草莓大福都是红豆馅 这个是芋头馅 第一让我非常的surprise 第二 这个外面的麻糬 怎么可以做成这么的好吃 我自己在家做过啊 就是很硬 然后吃起来 就觉得你在吃糯米 但是这个吃起来 哇 很像躺在那种 软软的壁上面 你知道吗 哇很柔软很柔软 所以不一定要去到日本 才可以吃到 好吃的草莓大福 这边可以吃到 还可以吃到特别的 芋头馅草莓大福 Taro Cheesecake 我们看一下这个Taro Cheesecake 它基本上就是Cheesecake 但是它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下面那一层呢 就是砂布雷嘛 那这里呢 就是芋头馅 上面呢 就是Cheese 我们来看看芋头 跟Cheese的搭配 会是什么味道 这个Cheesecake吃起来 是咸香咸香的 那我觉得加分地方是在哪里 第一 我们吃到这个Cheese呢 已经非常的绵密了嘛 如果你再搭配这个Taro下去 再加这个饼干 你会吃到沙沙的口感 喜欢Cheesecake的朋友 也喜欢Taro的朋友 就不要错过这个了 因为它吃起来的味道 跟一般我们吃的Cheesecake味道 真的很不一样 下一个 哇是我最期待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呢 在日本北海道 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叫做Double Fromage Cake 首先它的外层呢 它就用这个Hochitiacake 然后呢 去搅碎之后 把它铺在外层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一层Cheese 然后这边 就是加入了这个Hochitia Cheese的那一层 所以是双重乳酪 Hochitia就是备茶嘛 它其实是日本的绿茶 然后拿去烘烤 所以吃起来那个味道呢 非常浓郁 因为它是经过那个烘烤之后的茶叶 所以哇 一进去就是满满的那个Hochitia的味道 有一种在茶园的感觉 然后那个茶香呢 是扑鼻而来 但是你想象一下它不是在你的鼻子散开 它在嘴巴里面散开 你的嘴巴很像带你去的茶园一趟 是这个Cheesecake的整个口感 喜欢茶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 那有些饮是不是不用借 因为你借了之后呢 就会少了很多快乐 今天这让我惊喜的就是 Shopang 这个日本呢 的盐可颂 盐面包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吃下去你就觉得 哇我惊喜 另外一道我个人超推荐的是 Mentigo Potato Frocaccia 这个佛卡夏呢 颠覆了我对这个 意识佛卡夏的那个味道 跟那个口感 然后那个美菜锅加分耶 这个咸面包吃下去 你会觉得可以当一餐正餐了 那个是我之前没有try过的 面包的口感 所以你喜欢日式风味的面包呢 可以来到这里 Corname Ho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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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